林宇棠 《八十字序》 第十章 《三十年代》 北京大学的教授出版了几个杂志,其中有《现代评论》,由胡适之为中兴的若干人办的,一个是颇有名气的《语司》,由周作人、周树人、钱玄同、刘半农、郁达夫等人主办的。 胡适之那一派之中,包括徐志摩、陈元、西营、蒋廷福、周苏生、陶梦河。 说来也怪,我不属于胡适之派,而属于《语司派》。 我们都认为,胡适之那一派是士大夫派。 他们是能写正论文章的人,并且施于做官的。 我们的理想,是个人说自己的话,而不是说别人让你说的话。 我们对他们有几分讽刺,都很适宜。 我们虽然并非必然是自由主义分子,但吧,《语司》,看作我们发表意见的自由原地,周是兄弟在杂志上,往往是打前锋的。 我们是每两周聚会一次,通常是在星期六下午,地点是中央公园莱金与萱的茂密的松林之下。 周作人总是经常出席。 他,和他的文字笔调一样,声音迂缓,从容不迫,激动之下,也不会把声音提高。 他哥哥周树人,鲁迅,可就不同了。 每逢他攻击敌人的言辞锋利可喜之时,他会得意地轰然大笑。 他身材矮小,尖尖的胡子,两腮干点,永远穿中国衣裳,看来像个抽鸭片烟的。 没有人会猜想到他会以盟主般的威力,写出辛辣的讽刺文字,而能真真见血的。 他极受读者欢迎。 在语斯派的集会上,我不记得见过他那位许小姐,后来他和那位许小姐结了婚。 周是兄弟之间,人人都知道因为周作人的日本太太,兄弟之间误会很深。 这是人家的私事,我从来没打听过。 但是兄弟二人,都很通达人情世故,都有绍兴师爷的刀笔功夫。 巧妙地运用一字之威,就可以陷人于绝境,置人于死地。 那位哥哥鲁迅,悄悄地从教育部之领,一笔心惊。 他们还有一位弟弟周建仁,是个植物学家,在商务印书馆,默默从事自己本行的学术工作。 在,与司,集会中,给那个团体,增加轻松快乐气氛的,是玉达夫。 他那时,已然是因诗歌小说的成就,而闻名确立了。 玉达夫一到场,全席立刻谈笑风生。 玉达夫酒量好,是鲁迅的至交。 我们坐在低矮的藤衣上,他总是以放浪形骸,超然独立,而自满自足的精神,手摸索着他那流平头的脑门子。 他那美丽的妻子王应霞,后来和某巨公许少帝,发生了暧昧关系。 而抛弃了他,玉达夫的婚姻,变成了悲剧。 他孤独而悲伤,只身逃到印尼,在日本军阀占领之下,隐姓埋名。 但终被日本宪兵查出他的身份,据说最初他曾颇受礼遇。 但日本战败撤退前,依照当时日本军方的政策,把他和一些别的人一起枪毙了。 其他,宇斯,作家,有钱玄彤和刘半农。 钱玄彤是新青年杂志的编辑之一。 刘富,自半农,也是立主改革的思想家。 他专攻的学术,是语言学。 他倾全力提倡中文的拼音和中国文字的简化。 在他反对儒家的一切思想。 而且对一切都采取极端的看法这方面,我觉得他是个精神病患者。 我认为,在提倡社会改革上,应当采取中庸之道。 但是在争论把现装书都扔到厕所中去,一般人听了,却是心惊胆战。 因此,自然在宣传上颇有力量。 钱玄彤两眼近视,长长脸红,据我的记忆。 他一直住在孔德学校,和太太分居。 刘半农教授,则是另一类型。 他在法国巴黎图书馆,和英国大英博物馆,对敦煌古物,做过很重要的研究。 他的研究成绩,获得了国际的名誉。 陈渊纳士也在伦敦,曾经把他向人介绍,说他,也算是北京大学的教授。 他当时对这句话甚为敏感,从此以后,对陈渊始终存有芥蒂。 北京当年人才极几,但,与司、摄和、现代评论、摄诸同仁,则各忙于自己的事。 但是,我们大家都是士之先生的好朋友,并且,大家都是自由主义者。 在外人看来,这两个杂志之间,那种似乎夸大的对立,事实上,只是鲁迅和陈渊的敌对而已。 对三月十八日,段祺瑞北洋政府的屠杀学生一事,现代评论,是采取亲北洋政府的态度。 现代评论,这种只顾自己厉害的态度,激起了我们的愤怒,才对他们发动抨击。 后来我们之中有人喊出不要打落水狗了。 鲁迅却说,落了水的狗也要打。 即使是学会,向主人摆尾巴的北京狗,也要打。 他的原文已记不清楚,大意如此。 我不妨顺便提一下,民国十五年,从北京大学的大逃亡。 在奉军张宗昌占领北京之后,军方抓去了两个报的编辑邵飘平和林白水,在当夜十二点钟之前,就拉出去枪毙了。 我们知道,北洋政府是开始下毒手了。 当时军阀手中,平时坦值批评政府的左翼教授名单上,共有五十四个人名字,包括共产党员李大钊。 这个人倒是很老实,谁都对他有好评。 毛泽东曾在北京大学,做了一段图书馆员,那时已经离职,去组织共产党了。 他们都藏在东郊名乡的法国大使馆,我家在东城传版胡同。 当时我也预先做了准备,必要时跳墙逃走。 我做好一个绳梯子,紧急时可以拉入阁楼。 我后来以为不够安全,于是去藏在林可圣大夫家。 那时我有两个孩子,小的才三个月大。 在林大夫家藏了三个星期,我决定回厦门去。 由于朋友联系,我和鲁迅,沈坚士,还有北京大学,几个很杰出的人物,和厦门大学签订了聘约,我们前去教书。 北京大学这批教授一道,下大的国文系,立刻朝起蓬勃。 像第十一世纪新建的那座古老的木造巨煞东西塔,送上了一项研究计划。 这却引起了科学系刘树起博士的嫉妒。 鲁迅那时单独住在一处,他的女友许小姐,已经单独去了广州。 我住在海边一栋单独的房子里,我觉得身为福建人,却没尽到地主之意。 由于刘树起的势力和毒狠,鲁迅被迫搬了三次家。 他那时正在写他的,小说《旧文超》。 他和他的同乡报馆的朋友孙福元,一起开火。 他们吃的是金华火腿,喝的是绍兴酒。 他在这种情形之下,当然是无法在厦门待下去。 他决定辞职,到广州去。 他要离去的消息传出后,国文系学生起了风潮,要驱逐刘树起。 我也离开了夏大。 到革命政府外交部长陈友仁布下去做事。 我对陈氏一向佩服的。 他曾和英国交涉,收回了汉口租建。 做了六个月之后,我对那些革命家,也感到逆反。 从民国十六年,我就开始专心写作了。 在别的文章里,我提过蔡元培,她是北京大学校长,把北京大学变成了全国的改造中心。 我们大家都向她敬称,蔡先生。 在国民党元老当中,她是唯一真正了解西方的。 她中了近视,又是汉林院的汉林。 这是人所征线的,她也是国民党党员。 在成立新众会时,她和中山先生很密切。 在康有为,梁启超保皇党瓦解之时,到法国,德国去求学。 他归国做北京大学校长之时,把学术自由奉为第一要事。 在北京大学里,教授的新旧派是,兼容并包。 他聘请,就派名如刘诗培,黄侃,大名鼎鼎的孤洪明。 孤洪明在人人都已剔去了辫子之后,他还依然留着,表示忠于清朝。 著名的英国小说,翻译加林书,他仍然称白话文为引车卖将者之言。 他曾写过洋洋万言的长文,为文言辩护。 另一方面,蔡元培也为胡氏,陈独秀,沈坚士,和新青年,那一派,敞开了大门。 蔡元培平易近人,不津津于细节。 蔡夫人曾经说,米饭煮得好他也吃,煮焦了他也吃。 但是对重要的问题,则严格认真,绝不妥协。 我记得反对凡尔赛和约,割让山东半岛给日本时,蔡元培站起来说话,他的声音很柔和。 他说,抗议有什么用? 我是要辞职的。 第二天,他神不知鬼不觉地,搭上蓝色的金户快车,离开了北京。 他吃饭时,总是喝少新酒。 就像法国人的边吃边喝一样。 中央研究院在上海成立时,他任命我为英文主编。 我每天早晨,和他同乘一辆汽车,因为我们俩住得距离不远。 我恐怕当年是个爱说话的青年人,但是他总是很客气地说,是是。 你的说法不错。 当时有一位杨姓佛,是蔡先生的助手。 此人有非常之才,能一边与人闲谈,一边写信,确实能如一般人所说的,一目十行。 他告诉我说,蔡先生对人的寝室,从不会置之不理。 若是有人求他,写一封介绍职业的信,他立刻就写。 政府要人知道,是他写的,反而置之不理。 蔡先生和宋庆龄,杨姓佛,爱格纳,史莫特莱,艾克尼斯·麦德里,卢迅。 我,一同成立了一个自由保障大同盟,若有个人自由受到威胁,就予以保障。 后来,Noland的案子发生了。 他是共产党员,被捕后监禁起来。 我们这个委员会,遂起而行动。 宋庆龄和史莫特莱,一同坐夜车,游户入京,向有关方面,请求释放。 国民党和共产党,在上海正在交恶。 杨信佛因为曾说,要把绑架共产党女作家丁林的那辆车的牌照号码,宣布出来。 因而遭人谋害。 此事之后,蔡先生主持的自由保障大同盟,便无疾而终了。 肖伯纳 民国二十年,一个晴朗的冬天,英国大名鼎鼎的作家,肖伯纳,到了上海。 他十分健康,精神奕奕,身后映衬着必然的天空,他显得高硕而阴挺。 有人表示欢迎之意说,大驾光临上海,太阳都出来欢迎您,肖先生果然有福气。 肖伯纳顺口答道,不是我有福气,在上海见到太阳,是太阳有福气,在上海看见我肖伯纳。 在上海宋庆龄的寓所,有一个小聚会。 我那时认识史莫特来,已经很久。 另有一个截然不同的共产主义作家,弗洛夫人,是一个古怪而虔诚的理想主义者。 Vincent Sheen 的Personal Biography, Modern Library 版,一书中,曾有记载。 在民国十六年国民革命北伐之前,国共合作之时,虽然我始终不是国民党党员,他和我用英文展开一次比战。 后来,在汉口再度相遇。 他和宋庆龄过从甚密,后来随送与陈友仁到莫斯科。 我在这儿,必须把宋庆龄和印度潘迪特夫人,MRS,Pandit,相会的情形说一下。 共产党占领了中国大陆不久。 潘迪特夫人应邀赴中国大陆访问。 用的语言当然是英文。 她和宋庆龄都预期在别后重逢时畅谈一番。 印度的代表团在十点钟有个约会。 潘迪特夫人,安排在九点半,和宋庆龄见面。 宋还是穿着正常的农民装,但是她身边站了一个翻译官。 两位夫人见面照例地问候完了,宋庆龄竟无话可说,因为她知道,她说的话,是要向上级报告的,其实他们俩关于印度洋问题,已经通信谈论多年。 后来,潘迪特夫人也觉得无话可说。 潘迪特夫人一看中,时间已经是九点四十五,于是转达她哥哥尼赫鲁的问候之后,很热情地告别,回到印度代表团那里去了。 后来,我在Ada Habert,和潘迪特夫人相见,相处三日。 她把那次会见的情形,亲口告诉我的。 尼赫鲁的气派宏伟的府地,从为我而开。 招待我的菜,是特别的法国菜。 那时我才信得机会,在潘迪特夫人陪同之下,在夜晚出去瞻仰恒河。 她那时还不是统治亿万印度人的领袖。 潘迪特夫人有三个女儿。 我们都认识,现在都已结婚。 她做联合国安全理事会主席时,我们常相见。 有一次,尼赫鲁来和我们一同进餐。 她在一整天的工作之后,吃完饭,转眼就睡着了。 我 creo,现在温暖地。 她。 在10日。 我们就尼赫鲁了一位。